乘着雨伞民众一步一步小心走 车辆放慢速度行驶 屋顶全部覆盖一层厚厚白雪 受到急速发展的低气压 与强烈冬季型气压的影响 北日本下大雪并刮起强风 21号下午3点到6点之间的降雪量 北海道串路机场12公分 岐阜县白川村8公分 新西县汤泽丁6公分 暴风雪导致铁路航空班次大乱 JR北海道公司已宣布 22号从闸晃车站出发 到原定靠站的列车全面停驶 日本气象厅表示 大雪除了会对交通造成影响 积雪增加也可能造成雪崩 或因电线负雪导致停电 也有可能积雪从屋顶滑落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而遭逢剧烈天气的还有英国 海浪不停拍打上岸 抢风伴随强降雨 英国正面临富兰克林风暴的侵袭 英格兰北部150多个地区发布洪水警报 其中约克郡以及曼彻斯特最严重 由于大范围的洪水 居民被疏散 道路和桥梁关闭 在北爱尔兰大雨造成严重的洪水 4600户家庭断电 而在最严重时 甚至有一万户家庭断电 英国气象局针对富兰克林风暴 发布黄色警告 提醒民众可能造成伤害和生命危险 不过在过去一星期 英国连续遇到达德里风暴 尤尼斯风暴 现在又面临富兰克林风暴 连续三场风暴袭来 是2015年温带风暴命名系统以来 首度见到 欢迎新闻孙玉玲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